给我砸 他连眼角的余光都懒得瞥向叶明轩 一声令下 身后的保镖当着一众冰客的面 将那家钢筋给毁 哪里冒出来的老女人 宁家岂是你仨爷的地方 还不让你的手下住手 给我滚出去 你说什么 我让你滚出去啊 你以为宁家是什么地方 你是个什么身份 由得你胡来 宁清低着眉眼笑了一声 对着身后的保镖打了一个手势 立刻有人上前来 一左一右地将萧婉婷给架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 知道我是谁吗 敢动我 你们谁敢动我 我给你十个担子 你敢动我 知道我是谁吗 得罪了我 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你知不知道 我即将成为宁家的三少奶 大姐 请恕罪 不嚷嚷了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让我看清楚自己的身份 宁家不是我能撒野的地方 我告诉你啊 我的身份你高攀不了 就你这等下贱的玩意儿 想做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我都不给你机会 还有 宁家不是我能撒野的地方 我从出生起就在这里撒野 已经撒了四五十年了 我混账的时候 你他妈还是颗卵子 跟我叫小 宁家下手都不带停顿的 来来回回抽了三四个巴掌才停住 这玩意儿是哪来的 请问我女儿 哪里惹到你了 没惹到我 我看不惯 不行 你为免也太嚣张跋扈了 对 我是 你能怎么样 宁小姐 我女儿不懂事 她年纪小 您要和她计较 我们不会说什么 可是你这么当众羞辱 是不是太过分了些 少跟我混淆试听 她骂我的那些话 还得再回放一遍 让你们记一记 大姨 您消消气 什么阿猫阿狗的气我都生 我还不至于